台湾花學運在3月18號的時候 公佔立法院退場之後 警方現在陸續約談參與的行動的學生 上午就有律師跟大學教授號召 帶著20多名學生要到中正一分局自首 要求不要私打追殺 詳細狀況連續給記者周寬展 社主委觀眾警方宣罵318 台湾花學運公佔立法院的案件 陸續約談相關人等 而今天上午有律師培容之下 有帶著許多自稱 當天是公佔立法院的主謀 帶來向中正一分局自首 不過在外面開記者會的同時 中正一分局長方案裡 也突然特別嗆聲說 如果你要自首請到警局裡面 不要在外面佔用人情道 我們來看現場的最新情況 潘安江先生要自首的 趕快我們爭取時間 我們這邊已經做好受理的準備 自首不是在外面對媒體講 要進來接受警察的尋尋 自首要做庇護的 局長好 不好意思 我做的意思 那犯罪的人是不是要自首 自首時間的處所 時間都是由犯罪的人來決定 而不是由警方來做決定 那現在我們看現場也沒有危害到 什麼秩序或造成什麼安全上的顧慮 那我相信要讓民眾表達他們 這些運動表達他們 社會秩序 多利斯 社會秩序需要趕快恢復平靜 我們警民關係也需要修復 我們現在對立了 如果今天你們是來自首的 我們解成關聯 如果是要來造成繼續對立的 我們希望能夠修復 說完以後我們就進去好不好 就要進去的 是 對 在警方陸續的約談動作當中 有許多關鍵的人物相關都在約談 而太陽花學運的領袖林非凡 也在今天凌晨2點的時候 在自己臉書上 撲出中正一分局的傳票 說他下午4月21號 下午會接受警方的約談 也引起不少網友的迴響 而其他陸續像是夭西 以及福大教授梅欣儀 原本今天下午也要接受 世行大約談 不過到目前為止 已經確定他們是請假 而目前來上警局自首的民眾 已經陸續的進到警局裡面 稍後有最新一場 我們將立刻為您守候 將現場交給旁邊 好 謝謝寬長 我們看到這場行動稍早 還有引發一陣緊張 這個局長方養 您也出面喊話 稍後面也會有最完整的報導